Chapter 6 Graphs 图学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所要讨论的Data Structure是更general 也是有更多的application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Section 6.1 The Graph Abstract Data Type 这Graph第一次被使用是在什么时候呢? 根据历史记载,应该是在1736年 这是用来解决一个Conexpert Bridge Problem 科尼斯堡过桥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四个城市,有七座桥 你讲从任意的其中的一个城市出发 他是希望能够每一座桥都走过一次 那我最后回到我刚开始出来的这个城市 那这个问题被OIDER是一个有名的一个数学家来解决 他的解决方式就是把这个问题把它变成一个Graph的一个问题 那他证明他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以下的条件才会可能 if and only if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假如说这是Graph,像这个城市 每一个他就用一个Vertex来代表 每一个Bridge就当做一个Edge 他证明说if and only if 那他每一个Vertex 他的Degree是刚好是O数的话 这才可能 那其他不可能 像这种情况 很不幸的是 他每一个出来都是G数 像A出来这是3 那这是5 那这是3 所以都是G数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这种走法 能够从一个城市出发 然后把每一座桥只走过一次 最后回到我原来的城市 那我们现在正式来定义一下什么是Graph 那Graph我们用一个符号G来代表它 它里面包含两个集合 一个V跟E 那V是它的Vertexes 那E是它的H 那我们通常会用G等于 括号V E括号 这个表示符号 来代表G这个Graph的意思 那V呢 V叫做Vertexes 是Vertexes的一个集合 有时候我们叫端点 那E是Edges 它的那个线 它是每一条线 每一个H连接的是两个Vertexes 那我们又分Undirected Graph 那这个也是我们通称的Graph Undirected Graph的意思就是 从U到V或V到U的这个H 它们代表是一样的H 因为它没有方向性 我们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这个Undirected Graph它的H 我们是用圆括号来表示这个H 那另外一个相对的是有方向性的 叫做Directed Graph 这我们又把它简写叫做Digraph Digraph 它是代表有方向性的 所以U到V先开始的是头 那V就是尾巴 从头到尾 因为它头跟尾不一样的话 U到V或V到U代表是不同的意义 我们这里的定义跟课本稍微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应该是Head 那后面的应该是尾巴 所以U到V的意思是U到V 它是有方向性的 这跟V到U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次也补充说明一下 对Directed Graph它的H 我们用这个Bracket 这个大于小于这个符号来代表 它是有方向性的H 我们现在来看几个Graph的一些例子 第一个是Undirected Graph 它有四个Node 0,1,2,3 所以V是0,1,2,3 我们这个叫Click 就是它每一个都互相相连的 所以我们有0到1,0到2,0到3 那1当然也到0 不过我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只要乘数1到2,1到3 2就到3 那3因为已经都跟大家连过 所以不用再重复 所以它有六个H 1,2,3,4,5,6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Tree Structure Tree也是Graph的一种 它是Undirected Graph 它里面有Node 0,1,2,3,4,5,6 它有七个Node 那它的H有1,2,3,4,5,6 0到1,0到2 1到3,1到4 2到5,2到6 这是写在这里 那再来这是一个Directed Graph 它会有三个Node 0,1,2 0,1,2 那H有0到1 1到0 1到2 所以0到1 1到0 1到2 Graph有一些限制 就是它不能允许有Self-Edge 所以Self-Edge 就是它从同一个Vertex 到自己这个Vertex 或Self-Loop 这是只有方向性的 它不能自己走到这里 就像这红色的这一线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Illegal Graph 另外一个限制就是 同样一个Edge 不能出现多次 比如说0到1 它只能出现一次 不能有这种Multi-Graph的这种现象 我们接着再谈谈一些Graph Vertex And Edge 的一些资讯 一个Graph 讲有N个Vertices 最大的Maximum Number of Edges 是N乘上N-1 除以2 就每一个会跟另外一个连 这是Undirected Graph Directed Graph 因为Undirected Graph的Edge 它本身是没方向性 你要变成有方向性 每一个就会变成 去的一个方向 回来一个方向 就变两倍 所以两倍再乘上这个 我们就得到N 乘上N-1 这是Directed Graph 两个Vertices U跟V 我们称它为Acession 它是相邻的 假如说有一个Edge 是UV 它就是Acession 那我们称这个Edge UV的这个Edge 是一个Incident On Vertices UNV 就是说它这个Edge 是连结U跟V的 那对于Directed Graph的Directed Edge U到V 因为是从U到V 这两个我们一样也称为 它们是Acession 是临近的 对于Directed Edge UV 我们称U 因为它是方向是从U到V 我们说Acession toV 然后V 是Acession fromU 因为是从U过来的 然后这个Edge UV 跟这一样 我们称它是 Incident On Vertices UV 它是连结U跟V的一个Edge 现在来介绍一种叫做Complete Graph 也就是每一个Vertex 跟另外一个Vertex 都有相连的 那我们一样分别是Undirected Graph 没有方向性的这个Edge 那这样情况基本上会有N 乘上N-1除以2 因为每一个端点有N-1个选择 那我们再扣掉它重户的部分 所以要除以2 那Complete Directed Graph 因为每一个Edge 原先这个没有方向性的Edge 现在会变成两条 所以它会乘以两倍 所以它有N乘上N-1个 这种方向性的Edge 我们现在来介绍Subgraph 我们现在来介绍Subgraph 只有其中的4个 原先有6个 现在变4个 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Subgraph 那另外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只剩下3个Vertex 1,2,3,0不见了 那我们的Edge 这也是它的Subset 所以Vertices 所以Vertices Edges都是Subset 这也是一个Subgraph 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两个名词 Path and Simple Path 那Path就是从一个Vertage 一个端点到另外一个端点 那我们能够找出那个Edge 能够互相相通的 就U到I1 I1到I2 这些都是合法的Edge 那最后到V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Path 那这种Path 它可能包括Loop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一种就是把Loop除掉 它是Simple Path Simple Path基本上也是一个Path 除了它的起点跟终点 可能是同一点以外 其他每一个点都是不同点 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Graph 那它这个0132就是一个Path 0132 这是一个Path 从这边它都有通过合法的一个Edge 它是不是Simple Path 是的 因为0132 它每一点都是Distinct 都是不一样的 好,0201 它是不是一个Path 0201 所以它去又回来再过去 它是一个Path 合法的Path 可是它不是Simple Path 为什么呢 因为0201 那0被重复了 它是起点 可是它不是它的终点 它被重复使用 这就不对了 那0321呢 03 这边没有Edge 所以0到3通不过来 所以它不是一个Path 既然不是一个Path 也不会是一个Simple Path 好,再介绍Cycle Cycle Cycle基本上是一个Simple Path 不过它的起点跟它的终点是同一个 这这样就形成一个Cycle 那假如说它这个Graph 是Directed Graph 那我们前面的定义都可以通用 那我们前面的定义都可以通用 只是在前面加一个Directed Directed Path Directed Simple Path Directed Cycle 什么是Connected Graph呢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Undirected Graph 然后它的每一个Pair of Distinct Vertices 任何两个端点U、V 它都有一个Path 那我们叫Connected Graph 所以像这是Connected Graph 任何两个端点我都可以找到一个Path 来连接它们 那这就不是一个Connected Graph 比如说2到5它中间没有Edge 它通不过来 那这边的Node没办法到这边来 我们现在来介绍Connected Component 那也顺便介绍一下怎么来定义去 一个Undirected Graph 里面的Connected Component 假设是H 它是一个Maximally Connected Subgraph 比如说这整个是一个Graph 那这里面有两个Component H1、H2 H1 这是一个Maximally Connected Subgraph 假设是0、1、3 它也是一个Subgraph 可是它不是一个Maximally Connected Subgraph 它就不是一个Component 这样才是 那这里也是一个Component 因为任何两点之间 你都可以找到一个Path 来连接它们 那我们可以用Graph的定义来定义Tree 一个Tree 我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Connected Cyclic Graph 这个Graph上面任何两个Node之间是相连接的 你可以找到一个Path 可是上面没有Cycle 没有回圈 这就是一个Tree 对于Directed Graph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Strongly Connected 它是Strongly Connected的话 If and Only If 就是下面一定要整理 就是每一个Pair of Distinct Vertices U到V 任何两个Node U到V 你都有一个Directed Path 从U到V 而且也从V到U 那这样我们才叫它是Strongly Connected 这个Graph 我们看到0到1 你是有Path过去也回来 可是1到2 你有Path过去 可是没有Path回来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Strongly Connected Directed Graph 主要是没有Directed Path 从2到1 也2到0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Maximum Subgraph 就是Component的定义 假如说它是一个Maximum Subgraph that is Strongly Connected 那我们就叫它是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像我们刚才这个 我们说它不是一个Strongly Connected Graph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两个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H1H2 0到1它是一个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2它自己也是一个Strongly Connected Component 那可是整个不是一个Strongly Connected Graph 我们现在来定义一个Vertex的Degree 它的Degree就是总共有多少H跟它连结的 就是它的Degree 那对Directed Graph我们还特别分成InDegree of V InDegree就是它的那个Edge的Tail是V 也就是Incoming Edges OutDegree就是它Total Number of Edges 它的那个Head是V 也就是Outgoing Edges 那它Total的Degree就是InDegree加上OutDegree 就是它TotalDegree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对1来讲它Incoming Edge只有一个从2到1 所以它的InDegree是1 它的OutDegree是1、2 有两个 因为Outgoing Edges有2 它Total的Degree是3 把In跟Out全部加起来是3 那对2来讲 它的InDegree有2 因为有两个进来 有一个出去 所以OutDegree是1 所以它TotalDegree也是3 那对3来讲 它有一个进来一个出去 所以InDegree是1 OutDegree是1 TotalDegree是2 那对一个Graph来讲 它的Degree 一个Graph的Degree 就是它的Vertex上面最大的Degree 就是它的Degree 所以对这个Graph来讲它是3 因为1跟2最大的都是3 所以它这个Graph的Degree也是3